鮑魚、懸背、龍蝦等等 其實它屬於海產類 相對地它裏面的脂肪含量 亦都是比較低一些 亦都健康的 而且它當然含有豐富的膽白質 鮑魚除了膽白質之外 它都有一些膽鹹的成分 這個對我們腦部細胞的發育 都非常之好 而且它亦有養血的功能 這些都算是肉類的成分 根據我們的健康飲食的金字塔 成年人每天的肉類攝取 大約都會建議大約5至8兩肉左右 簡單來計算 可能是一個冰箱波的大小 就大約等於1、2肉 一件的豬腩肉 它裏面的熱量 大約都會去到150卡路里 它裏面的油份可以高達有2茶匙的油 很多時候盆菜底 有些好像蔬菜類 譬如芋頭、竹生、枝竹等等 這些類的食材 芋頭和枝竹 往往它在處理的時候 都會先炸製了 這裏令到脂肪含量提升了 這一類的菜式 都會吸收盆菜裏面的汁 蠟質、脂肪、熱量 亦都相對提升了 所以大家都不要想著 我吃這一類蔬菜類 竹生、豬皮 就是吃得比較健康一些 可以考慮另外削一碟青菜 先吃清菜 當然也不建議 蘸盆菜裏面的汁 或者放進去裡面削 令我們飽肚一點 善食纖維的攝取量 又會大大提升 盡量不要用盆菜的汁 拌飯 或者去拌菜 這一類的汁料 脂肪、蠟質含量 都非常之高 平均計 可能每100毫升的 這一類汁液 大約它的蠟質 都有500至600毫克的蠟質